當時的一個意見是 妥善利用保存這個元素來進行設計的一個準則 這一次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來提出來郭文維園審查 相關的一個日期時間這邊郭文維園審查 在第1四年11月第一次送這個方案審查 沒通過之後我們也開了兩次的諮詢會議 依照相關的意見來進行修正 同時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參考當年在50年代時候的一個設計圖 來進行做設計準則的一個擬定跟構想 下面是有關設計準則的一個揭秘 首先這邊也帶一下 就是相關當時的一個駐空服 包括循序的一個配置 然後還有下面 這個主立面的一個畫格磚的一個位置 下面 它的一個柱頭還有柏殼 所以一樣也是柏殼加兩側 那它的一個設計準則 包括第一點 我們會依照4年6月26號的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登錄的一個內容 來進行下一階段的一個規劃設計 包括保留意念 活得鑄透霧和氧金這些元素的一個注重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會考慮它實際的一個狀況 原地原物保留或原體重建的地上來處理 這個部分 必須要在下一個階段 進行做實地的一個狀況調查的一個情況下 來做嚴厲 讓我們這邊不排除這兩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 武雲多次有提醒說 建築物在做任何動作 進行不需要做的 相關的一個檢查和調查和資料的一個匯整的必要性 所以第三點是這個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呢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是 保留這些元素之餘呢 是要提升它的一個保存價值 同時讓我們這個圓序的一個環境 能增加它的一個人文意向 同時也必須要討論到 事後規劃設計的一個彈性 而主要這個四個的一些事情在下方 那在考慮這個原則的同時呢 這邊也呈現到 我們大概了解 我們現在碰到一個蠻處 首先再看上面這個圖 是就使用單位提出來 有關係案的這個需求呢 它必須要是 有一棟的行政大樓 一般一棟實驗大樓 各為4500坪跟14000坪的一個空間量 所以它的就回推它的停車量呢 它應該是 地下必須要全面開挖 才能夠促停車的一個數量 那實際上大家所看到的 那基地是有限的 那如果我們讓這個建築物 歷史建築物 在施工過程 保持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們開挖就會受到限制 當然這個也不是絕對 它可以花更多的經費來 來看怎麼樣 讓這個保留它是絕對的開挖 所以我們提出來說 這樣的一個成本 是我們在做這方面考慮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第二個部分是 從下面這個圖裡面 看得到 因為它的腹地相對來說小 那從這邊進來以後 如果前面這一塊 可以作為施工的一個腹地的話 對我們這兩棟建築物 上來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那如果我們讓原物 在施工過程保持在這個位置呢 它可能就一直受限了 因為這一邊已經靠那個山坡地 一個台地了 所以它從前面要進到後面 那中間卡住這個因素 是比較困難 在施工的過程裡面 這兩點我們也在此 跟各位提出來 那它所造成的當然就是 我們這個案件開發不成的 因此我們就在網上造 這個在這邊跟我們的號碼上去 那接下來我們從這些種種的 這個現有掌握的一個條件 其實這樣一個模擬的一個發展 讓我們原本來的了解 那現在看到圖上面 這個是既有建築物的一個位置 跟它的一個配置 也是在表現上 那我們是希望 在這一棟新的熟成大樓 跟後面這個大樓的調配式 考慮這個歷史建築的位置跟地位 怎麼樣讓它能夠呈現它最好的一面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讓這個原地的位置 這個兩天月使不動的一個狀況 下一張 希望能夠因此對著我們主在路口 形塑的一個 它既有的一個形象 能夠盡量的保存 下一張 所以因此 看下一張 可以看得到 我們是希望在路口處還是保留這個異象 那這一邊是新蓋的行政大樓 那這一邊呢 這一邊呢 是用一個框架的一個模擬 希望還是塑造出它入口廣場的這個異象 來達到我們這個努力要呈現的這個異象的一個效果 這個都是模擬 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棟的一個空間 就是保留的兩廳的這個盲道呢 我們會作為以後展示 相關的一些意識建築 所做的一些文獻和資料 會在上面展示一下 好 好 這些都是我們所做的套圖 跟盡量沿用當時的一個例面 還有它的 好 那下一張 這是我們模擬的一個效果 下一張 那最重要的強調是 我們會將兩廳對這個 所收集到的這些資料和會者 在展示廳裡面做長久的一個保存 作為意識建築的一個建設 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會做一些模型 還有它的一個中英對上 在當年新建的時候留下的這個石碑 會在這個展示廠裡面 我們放鬆 我們放鬆 抱歉 好 以上報告 好 還有其他補充的嗎 有沒有 沒有了 我沒有了 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下一張 審議 去羅斯福路4段119項7476 5294號 另有關羅斯福路4段119項6264 70 72號 以及若是2-3號 建物 後續請提報單位補充 相關資料工作再送本會審議 好殘局工作室在107年的8月2號提送補充資料 本局在8月14號邀請專天權委員 委員辦理專案小人會刊 會刊結論委員原則肯定單案區羅斯福路4段119項6264 70號以及62-3號 具文化資產普通價值 那專案小組的委員意見請委員參院書面資料 那原則上是肯定6264還有70號以及62-63號 為建政台灣農業發展的建物 那與周邊的已經指定為補給的總督府 農事所昆蟲部還有台大昆蟲館 他的辦公聽證以及周邊的宿舍群 可以建政台灣近代農業的發展 那70號的部分是 由國內窟類研究不該人健身的預所 是國內多種多類研究創始的基地 那本案的文化平安價值評論報告 請委員參議月附件4 那62號還有64-70號的位置 在新開段五小段281-D號上 那例行圖請委員參閱訓練資料 那62號3號在新開段五小段281-5D號 那例行圖也請委員參閱訓練資料 現場照片62-64號的照片 然後70號的照片這個是 福開仁先生的住所 62-3號現在算是城市的公街 那本案的文化資產全部報告 基本資料前委員小略 土地建物的所有權為所有 管理機關為台灣科技大學 那現況的概述在62-74 正式作為宿舍使用 那64號74號92還有62-63號現在是行日的狀態 那價值分析部分 本次評估的建築情容 以建物登記資料所示 建材都為一層的木造建築 另外依照於國際的47年的航測圖 以及地形圖所示 本案基地當時有建物 那圖片前委員參閱書面的資料 那有關106年9月1號 法理第一次專案小禮會 康委員的意見摘要如相 那原則肯定74-76還有92-94號 具保留價值 那另外在第二次 107年8月14號 辦理第二次專案小組會看的時候 委員的肯定 62-64號 70號 以及62-63號 去保存價值 那在未來保存管理 維護的部分 本案建物如今審議具文資價值 依現行的文資法規定 應由所有權力的管理人收入管理維護 那後續登入也很想評估 因為本案在殘除雙方化機關範圍內 那原本就是 機關範圍內保存的重要機關元素 目前部分做顯示中 或者是宿舍使用 那登入後對現況上無影響 民辦 你請同意大安區 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70號 以及62-3號 以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7476 9294號 登入的歷史建築 一名稱 農業試驗宿舍群 種類宅地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70 74 76 92 94號 以及62-3號 那歷史建築 其實所定住的土地範圍 五面積合地號 是在建物在大安區 辛亥段 五小段 49 162 86 93號 那建物土地在辛亥段 五小段的281 以及281之五 第一號 登入理由 以及法令依據 第一本案建築 全為農業試驗所 目前僅存之宿舍 與周邊總督府農事組 分統部 以及台大分統管連結 建政台灣農業發展 現代化歷程 居歷史價值 2 74 76 1294號 更為一棟雙拼建物 74號僅存與牆壁 其餘建物原材料工法 好成良好 且按標準觀設形式興建 大致能保留日式宿舍之緣望 70號為台灣洋菇支庫 補開人先生寓所 即將洋菇引進台灣 並試驗成功 外交全球 最保留好成價值 3 符合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登入廢址審查 其付出半款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款登入基準 2 你請同意登入大安區 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6264號為歷史建築 1名稱產業改良廠宿舍 2種類宅地 位置或地址 在台北市大安 序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6264號 歷史建築 新手訂做土地的面積及地號 建物在大安區信駭段 五小段 103建號 作戶土地在同小段 281地號 登入旅遊以及法律依據為 1本建物約建於1915年為移動雙拼建物 按標準關設形式興建 前建築圖說保留完整 未來可以以美貌修復 具保存價值 2產業改良廠目前僅存之墓師建物 周邊的總督農農室 所昆蟲部以及台大昆蟲館連結 見證台灣農業現代化發展歷程 具歷史價值 3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入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2條第1項第3款登入基準 3 法案提前 管審議會審議 兵議審議決議辦的後續 還有一個 好像說工作室要做一個 有辦法選螢幕啊 主持人 主持人 各位人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手邊的這一張圖 這是從蟬塑山往北看的一個 一個眺望的一個景象 是在日本時代1928年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公館的樓旁邊 還有一個就是那時候日本時代的文藝發電廠 那整個蟬塑山往北的這一片其實 在當時都是農業試驗所的總部在這邊 然後其他的這一些水田 都是農事所的一個試驗農田 一直到台大的 現在的台大農場這一整片 全部都是當時農業試驗所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所在地 下一頁 那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農事所其實 所在的位置是在複田町 那這個是整個我們有公尊 進到台北盆地的第一站 所以水流非常的充沛 那我們一般就是了解到說 農事所從1903年到1977年 大概有74年的時間都是在這個地方 從戰前延伸到戰後 那他見證了整個以農養工跟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過程 以及包含日本時代的蓬萊米的研發 到戰後的羊菇、開工包、黑資剛、花生 幾乎台灣所有重要的一個 検農產品的研發都跟這裡有關 那這邊農事所的一個高等農民學校 也是台大農學院跟中興大學的一個前身 好下一頁 那我們從這一張地圖裡面可以看到 這邊是公館圓環 這個地方是蠶竹山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農業試驗所的一個 一個規劃的配置是 在蠶竹山的山腳下這一整排 是當時的一個宿舍群 然後接下來在王北的這一整片 包含這個總部 其實是當時的整個辦公廳社 那在王北的這一片 這個實驗農地一直到台大的幾小屋 所以它其實是從住宿、辦公跟實驗 還有整個農地的一個實驗的這樣子的搭配整體構成的 那我們現在僅存的建物就是橘色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到橘色大概只剩下一層到兩層 所以整個農事所的一個紋理 所剩下的其實不多了 那我們這一次今天提報的是這四棟 有標紅色點點的這四棟 好下一頁 那他跟鄭老師在之前來這邊現看的時候 有提到說 這一批建築物是農事所僅存的觀設 建證了農業物在台北的一個發展的歷史 下一頁 好 那現在在進行的蠶竹山保存為物計畫的 曹建築師他則提到說 台北新有保存的日式出色 大部分都是日式時代晚期 大概1920年代到40年代的 那在初期的大正分明治時期的比較少 那我們這一次提報的建築物 雖然是比較基礎的一個品種的觀設 可是他在興建的時候 大概都是介於1903年到1915年之間 然後他同時也建設這個 暫程到暫後農業發展 其去保存的一個價值 下一頁 好 那我們先從 這是我們這一次提報的 綠色的部分是產業改良廠的宿舍 然後另外兩棟是農業改良廠的宿舍 那我們先從產改廠的開始 下一頁 那日本人其實他們有提出一個 就是他們的一個政策 就是無農無食 無商無依 所以其實農業就是跟食物有很直接的關係 那商業的這種產種的改良 這跟我們的穿著是有很直接的觀念 所以1910年的時候 日本人在這邊設立總督府的商廟養成所 然後在1920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就培育出了好幾種 比較先進的一個品種 所以日本的產業者製造業者 分分來台灣製造 那在整個產業改良廠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商苗的產種的研發 產業的推廣 就是讓它整個電力的台灣 近代深思產業的一個基礎 包含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 小灣實際變成是一個產檢的一個輸出的一個大國 那被鄰近的國家譽為是亞洲代產業的發展的一個典範 那其實現在的產業改良廠 是一直都還延續到今天 現在叫做苗栗的產工改良廠 下一頁 那我們這一次提報的產改良廠宿舍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民族國中的範圍就是 這邊大概是目前的工廠圓環在這裡 那民族國中是當年的產業改良廠 那當時的一個商樹的一個商苗園 這是在今天十大分布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沿著民族國中的這一台的房舍 其實就是當年的產改廠的宿舍 那目前只剩下這兩棟 所以這兩棟其實是目前全台灣朔國僅存的 兩棟日本時代的產改廠建物 下一頁 那其中的一棟64號他缺佳 他也是常改廠的員工 可是他們在後來戰後的時候 也有兼做那個社區的雜貨店 所以其實是我們社區居民每次想到 一個公共貢獻裡面最有感覺的就是這間64號 下一頁 那這個62號跟64號其實在台北大整修的過程裡面 其實目前受到蠻大的一個損害 可是還好說我們有發現說其實整個公文的 找到有完整的平面跟立面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資料 所以其實它有利於未來的一個修復的狀態 下一頁 那接下來是剛剛有提到 胡開仁先生就是跟養菇發展有很直接關係的 胡開仁先生其實是台灣的養菇之父 他其實從無到有創造台灣第一個 把台灣變成是外銷世界第一的一個養菇王國 因為他當年看到說其實台灣的養菇都是從日本進口 所以他自費從美國進口一些菌絲在台灣這邊研究 那重點是他研究完之後 研究成功之後 他就開始巡回台灣各個地方去找到盟民去 開始去生產這個養菇 那在民國560年代的時候 其實整個養菇已經變成全世界出口第一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當年的養菇關頭的一個包裝 但因為是以出口為主 所以上面都是寫英文的一個呈現 那胡伯伯現在已經高零97歲了 還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下一頁 那這個是胡伯伯當年受到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就是資助的一個西洋菌夫的培養法 那也是拿著這一本就是在全台灣各地教導盟民這樣子 那在1976年的時候 還要獲得行政院階屬科技人才場 就是被當時的行政院長經國先生 獲得他的肯定這樣子 來下一頁 那這個時候在民國560年代的時候 其實洋菇產業已經開始朝向工業化的發展 那這個洋菇產業的一個外銷 我們現在可能很難想像 當初賺到的這一些外匯的一個存體 其實最主要就是為了研發 最主要就是為了投入民國60年代整個 就是經濟起飛的這個過程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很難去理解說 現在的我們台灣享受到的一個經濟的果實 其實跟當年農事所的一個投入 有一個很直接的關聯 下一頁 那包含我們現在就是覺得說 其實菇類跟養生有很直接的關係 其實這個也是當初就是 菇菇菇他們那個年代沒有想像得到 下一頁 那另外接下來這一間是 農事所又使得弄三號這一棟 下一頁 那它其實是日式宿舍 那結構也很完好 它本身是農業化學溫錫町的一個布局 下一頁 那我們對於這邊所想像的一個願景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在日本的世界遺產 附綱自食廠 好